燃气造致癌,斯坦福研究,在家做一顿饭,等于吸二十分钟汽车尾气,中华美食,其博大精深,令人叹为观止,无论是水煮的清淡,爆炒的热烈,还是油炸的酥脆,都是国人心头所爱,仿佛世间万物,皆可化为盘中佳肴。 然而,在这看似诱人的烹饪方式背后,却潜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令人垂涎的烹饪方法,竟然可能悄然成为致癌的元凶。 那么,这究竟是何缘由呢? 一、斯坦福大学经人研究,燃气造会导致白血病。 如今,燃气造已成为许多家庭厨房中的必备品。 然而,近期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燃气造可能正悄悄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2023年6月,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学术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上发表了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 他们发现,使用燃气造做饭时,会释放出浓度极高的本,其含量甚至超过了二手烟中的本水平。 本,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机构明确列出的一类致癌物, 长期接触会显著增加淋巴流、白血病等癌症的风险。 即使是短暂的暴露,也可能对血细胞产生抑制作用。 通过对87户住所的细致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在使用燃气或液化石油气燃烧时,尤其是高火燃烧或烤箱温度达到177摄氏度时, 本的排放量高达每分钟2、8至6、5微克。 仅需45分钟即可超过健康基准,室内本浓度甚至超过了二手烟水平。 更令人担忧的是,本还会扩散到其他房间。 卧室内的本浓度在测量数小时后也超过了安全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燃气灶的本排放量比电炉高出10至50倍,而使用电磁炉则不会检测出本。 这表明,液化石油气或天然气是导致高水平本释放的主要原因。 此外,美国浦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旗舰期刊》上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也指出, 使用燃气灶做饭时,室内人员可吸入的纳米醋气溶胶量比站在繁忙街道上吸入的汽车尾气多10至100倍, 仅仅20分钟的烹饪时间。 成年人的呼吸道内就可能沉积100亿至1万亿个纳米醋气溶胶颗粒。 儿童吸入的量则更多,面对这些令人担忧的发现,我们不必过分恐慌,通过以下三个简单的措施, 我们可以有效降低燃气灶带来的健康风险。 一、做饭时关闭其他房间的门,形成物理屏障,防止本扩散到其他区域。 二、将抽油烟机功率调至最大,并同时打开厨房窗户,以增加通风效果,减少本在室内的滞留时间。 三、在烹饪蒸煮炖等耗时较长的菜品时,选择使用电磁炉,而在需要快火、蒙炒的情况下,再使用燃气灶。 二、一个癌症三个口,远离四种,吸入式、致癌物。 癌症的形成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过程。 其中,日常生活中不经意接触的吸入性致癌物,往往会悄无声息地增加我们罹患癌症的风险。 这些潜在的风险源往往容易被我们忽视,但他们的危害却不容忽视。 一、厨房油烟,研究显示,长时间在厨房中接触烹饪产生的油烟,女性罹患肺癌的风险会上升二至三倍。 更令人警醒的是,一项对肺癌患者的追踪研究发现,有18%的女性患者是因为长期被动吸入烟雾,包括烹饪油烟和二手烟,而最终罹患此病的。 二、二手烟。二手烟的危害远超我们想象,其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如液氧化碳、尼古丁、本病皮和亚硝案等,其浓度甚至超过一手烟,特别是本病皮和亚硝案。 它们具有强烈的致癌性,长期接触无疑会极大增加患癌风险。 三、装修污染。室内装修污染同样是健康的隐形杀手。 室内的空气中漂浮着约500多种挥发性有机物,其中不乏20余种致癌物质,如甲醛、本、鞍等。 尤其是甲醛,它对儿童的健康威胁极大。 轻则导致气喘,重则可能引发恶心、呕吐,甚至可能诱发白血病。 四、空气污染。 在2014年,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了一项引人深思的研究报告。 该报告深入探讨了空气污染对人类健康,特别是呼吸系统健康造成的深远影响。 研究显示,空气中弥漫的细颗粒物,工业废弃以及汽车尾气排放所构成的雾霾,已成为现代城市生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威胁。 这些微小的颗粒物,直径小于或等于二、五微米,能够轻易穿透人体的防御系统,直接深入到肺部。 它们悄悄沉积在肺泡中,对肺部的组织结构造成持续的损害。 长期暴露于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肺部会逐渐出现炎症反应,这是身体对于外来侵害的自然反应。 但持续的炎症会破坏肺部的正常功能,使其变得脆弱不堪。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持续的肺部炎症为肺癌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三、四种做菜习惯可能会招来癌症祸害,尽早改掉。 柳叶刀杂志曾深度剖析了一项研究报告,该报告详细评估了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 因饮食结构差异而引发的死亡率及疾病负担。 令人震惊的是,我国因饮食结构不当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死亡率竟高居全球榜首。 除了食物本身可能带来的癌症风险外,一些常见的烹饪习惯同样潜藏着致癌的隐患, 特别是以下四种做菜习惯,可能在不少家庭中普遍存在。 因此,我们有必要尽早认识到病予以改正。 一、炒菜时不开启抽油烟机。 前文已明确指出炒菜时油烟的危害性。 在烹饪过程中,打开抽油烟机能够有效吸附油烟,显著降低油烟对眼睛、皮肤粘膜及肺部的刺激性。 然而,若长期忽视这一步骤,油烟的累积不仅会对上述部位造成显著的伤害,长期来看,还可能促使癌症的发生。 二、反复使用炸过的油。 食用油在高温反复加热后,会生成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油脂氧化产物。 继续使用这类油进行烹饪,其中的致癌物质会迅速累积。 乳本病体等已被明确分类为致癌物质,频繁摄入将显著提升患癌风险。 此外,氧化的油脂极易变质。 食用此类油脂同样对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三、等待油冒烟再下菜。 食用油的烟点通常在180摄氏度以下。 当油锅开始冒烟时,温度实际上已飙升至200摄氏度以上。 在这样的高温下,油内的脂溶性维生素和人体必须脂肪酸会遭受严重破坏。 若此时加入食材,不仅会损害食材原有的营养成分,还可能促使其变性,产生本病皮,并吸鲜案等潜在致癌物质,对健康构成威胁。 四、炒菜时调料过量。 许多人在烹饪时倾向于使用大量的调味料,如鸡精、蚝油、盐、酱油等。 然而,这些调味品的含盐量普遍较高,过量使用会导致身体纳摄入量超标。 而纳摄入过量与一系列健康问题紧密相关,包括胃肠道癌症、高血压以及心血管疾病等。 厨房是美食的摇篮,为我们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然而,在享受烹饪的乐趣时,请务必警惕那些可能危害健康的烹饪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